每次節慶的時候 我就會深深的思索 人生三大難題 哪三大難題 就是早上吃什麼 中午吃什麼 晚上吃什麼 脂肉性皮膚炎 跟酒糟性皮膚炎 對於飲食的部分 確實有一些東西要注意 所以我們這集要來談一談 怎麼樣吃 才不會讓脂肉跟酒糟更惡化 醫生 請問 哪些飲食習慣容易誘發脂肉 第一個我們知道 當你吃了很多的時候 一定會有高糖高油 那高糖高油的話 從糖尿病的角度來看 叫高GI值 就是容易引發胰島素上升的值 這些東西它同時也會造成 皮脂腺的分泌增加 雖然我們在做肌肉監測的時候 知道如果你的毛孔是通暢的 皮脂腺增加 並不會讓你的皮脊胞胞菌 不會讓你的毛濃蠻 也不會讓你的氣溫痘更惡化 但是 紫豆腺皮疙瘩病人 酒造病人它其實毛孔是不通常的 因此你會常常發現 如果你吃高糖高油的東西 你就容易惡化 想辦法吃清淡一點吧 另外一個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因為親朋相聚嘛 過年過節我們就會小酌一杯這樣 事實上酒精在這裡頭有兩個很重要的角色 第一個角色是我們前面講過的高肌癌值 酒精也算是高肌癌值的東西 特別是你在空腹跟放後喝酒精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就是酒精本身的代謝過程中 它會增加肝臟的負擔 那增加肝臟負擔這件事情 會使你的整個皮膚的代謝產生一些問題 小酌基本上會出現皮脂腺增加問題 然後大酌可能會讓你的皮膚整個受傷的更厲害 血液循環的問題更多 所以酒精也是一個我們在 脂弱性皮膚炎跟酒造患者跟敏感肌的時候 我們會盡量勸他減少的東西 另外還有一些過敏性的食物 像我當皮膚科鎮醫師的時候 我們老師就叫我們背過一些名詞 講那個蜘蛛疹 就香菇竹筍 你來花生芒果 黃金蝦母 你隔壁生蠔 你剛好 念得很好 對吧 還有含酒類的東西 這些東西的意思是說 當你吃的是像一些臘肉類的 加工類的食物 或者海鮮類的食物 其實它的那個組織胺 就是histamine 會很多 組織胺是引發體內過敏的來源 然後在蕁麻疹的病人 它會引起你的蕁麻疹 可是在敏感肌跟酒造這些臉 本來就發紅的 它會使你的發紅變得更惡化 所以一些加工食物 一些海鮮類 在過年過節的時候 我們經常食用也容易造成這些問題 最後我們還有一個要注意的是 就是你已經很注意不要高糖高油 你也很注意小酌不要大飲 然後你也很注意那些東西的量 對你要注意量 不管任何東西 在這個世界上忌量為王 就是你的東西都吃的正確 只要你的量太多 你還是容易造成一些身體的發炎現象 身體的發炎現象 像我們有時候在治療 九糟或敏感性肌膚 或紅白性囊瘡的案子 我們會發現這些案子的 體內發炎因素很高 就是各位也聽過 風刺性關節炎嗎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相關的 如果一個體內有發炎的 紅白性囊瘡的人 一個體內有風刺性關炎的人 你可以預期他的皮膚發炎更厲害 因此怎麼樣降低皮膚的發炎 怎麼樣降低身體的發炎指數 不要過量飲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那醫生請問要怎麼吃才能改善脂肉皮膚炎呢 老生常談當然是吃清淡多喝水 然後多運動幫助皮膚的排泄 然後吃新鮮的素材水果 補充點維他命B維他命C 可是你必須知道的是 這些飲食習慣只是第二把交易 真正第一把交易是你的皮膚必須健康 如果你的皮膚能夠維持正常的代謝狀況 吃這些東西會影響可是影響不大 如果你的毛孔是塞住的 我告訴你你就算吃了再清淡 只要你月經來只要你熬夜 只要你發生什麼事情 你還是一樣會塞住會長清淡豆 任何東西會讓你長清淡豆 就會讓你的脂肉變壞 讓你的酒糟變壞 因此這題的真正答案是 一請你維持正常的清潔 你要知道你的洗面乳錯了 你的防曬錯了 你的一些形態錯了 比你吃東西都重要 第二個如果你把這些外在的事情都做對了 接下來請你吃清淡一點 多喝水多運動多吃新鮮蔬菜水果 這樣子你的折肉性皮膚炎比較不會發作